古浪非凡是Time Test Time Test是比較新的總馬 Dubawi的紙字 服役時是諸德望玉馬場的馬 在英國服役 贏過六場賽事 由1400米到2100米 最高競賽程贏過約克錦標 二級賽 在2016年 在同年的沙丘元食大賽 原來上賭名過 跑第三 當時輸給鷹爪刀和駕駛兵 至於古浪非凡的武器 兩歲時曾經在紐西蘭的牙皇帝馬場 贏過一場800米的賽事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都說出一匹百姓威 我們香港90年代很厲害的馬 跑長途很韌 斷斷有的 其他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其實大部份的馬都很早熟 個別有些跑到長些路程 不是一匹百姓威 有些跑短途也挺好速度 所以看了父母兩線 這匹古浪非凡 看上去雖然不是純短途馬 跑下去要加程 但是初期夠速度跑短途 因為武線家族的成員 大部份都算是早熟的馬 不過跑下去要加程 跑到14米 一里途徑的賽事 會適合他跑多些 古浪非凡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參加過兩次試集 一次就跑第一 一次就跑第二 不過和他一起試集的馬 暫時來說就表現一般 慷慨有的副系 Foxbatch 薛偉競贏 這系馬來了香港都不短日子 不過近年少了馬 暫時來說 跑得大家熟悉一些 飛天劍 勁得手 其實有一段時間沒有表現 飛天劍叫好些 蝕惠競贏自己是登塔島的紫字 復記時主要在澳洲 贏短途賽 最高競賽成就贏過一級賽 在2012年的時候 贏過滿利谷馬場舉行的 威廉烈特錦標 至於慷慨有一個母系 Anne Smab 女兒 曾經在澳洲贏過六場賽事 有五場馬一色來贏 另一場在布里斯本的鷹圓馬場贏 贏馬套程由11米到15米 最高競賽成就贏過二級賽 不止一項 其他母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短途馬比較多 個別有些贏到14米到16米 大部份都算挺早熟的 所以先看看父母兩線 這群慷慨有看來會是比較早熟的短途馬 慷慨有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參加過兩次試集 試兩次都贏了 跟他一起試集的馬 有些在紐西蘭當地都已經贏了馬 進補負是capitalist巨虎 講開巨虎 大家如果有收看月陽轉播賽事的話 應該都還記得他的 因為在2016年的時候 他贏過色尼金拖鞋大賽 這項賽事也是他服役這麼久 唯一一項一級賽的勝利 相當重要 勝利這麼多是大賽 講講具父自己 其實他服役的時候 所有的頭馬都在兩歲的時候跑出來 贏過四場頭馬 由一千位贏到一千位 一千位 就是早熟短途馬 至於進補的母系 就是了 snitzel 的女兒 曾經在鄰近色尼紐卡蘇馬場 贏過一場一千三百五十米的賽事 在三級賽上名的馬 無事家族的其他成員 大部分都很早熟 跑短途比較好 這也是長力有限的 所以先看父母倆 為甚麼進補 看來會是比較早熟的短途馬 進補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參加過兩次試襲 一次是跑第一 一次是跑第二 跑第一那次 就在鄰近色尼紐的 學斯百里馬場試 當時同組跑第二名的馬 之後在當地都贏了馬 勤得威力的符為登丁 一錘定音 這系馬來了香港 一段長一點的時間 上季成績都叫做過得去 安彩勁區贏過馬 另外起快就接近過 這系馬 即是說一錘定音這系馬 可能都是由於來自灌木從血線的關係 大部分的馬 短途速度不夠 要跑長一點的路程 而且傾向持續一點 至於勤得威力的武系 登塔島的女兒 曾經在澳洲的摩寧頓馬場 圍省那邊 贏過一場1200米的短途賽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說出了一筆生命奇蹟 這筆是澳洲藍鑽石 錦標的得主 另外在香港跑的成員 也出現了一筆 心中有利 後來就要中距離賽才對 而其他成員是個別發展的 有些是跑短途比較好 有些是跑中距離賽比較好 但甚少跑到長途賽也跑得好 所以先看副本兩線 這筆勤得威力 雖然是一錘定音的指指 但無線家族的成員 由於長力的指指 不算是很強 所以跑下去 有可能這筆勤得威力 中距離賽會比較適合 但初期短途賽都可以應付 勤得威力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配恩訓練的馬 曾經參加過四次試集 一次跑第一 一次跑第二 兩次跑第三 四次試集全部跑入三甲 同組第二名馬 之後在圍省當地都贏了馬 得意醒的符號是Evra 這筆勢馬來了香港 都很長時間 過去的十年 但有很多指指上的時候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有馬贏了 樂天派 低班贏了馬 上季這筆勢馬 其實成績都過得去 長龍在宴也贏了馬 另外金發銀發 精算赤炎華美福星 也能上名 這筆勢馬來了香港這麼多季 因為大部份的馬 算是比較早熟 跑短途賽比較好些 個別有些跑到中距離賽 得意醒的舞是 O'Reilly的女兒 曾經在紐西蘭的希士廷馬場 贏過一場1200米的短途賽 母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雖然短途馬比較多些 但個別有些可以贏到一里 甚至以上 有些可以贏到2000米 所以母線家族 其實也算是有些長力依據 看了父母兩線 你什麼得意醒 性能應該都傾向短途多些 但跑下去有些機會 會加到情 那些14米 甚至是長小路程的賽事 他有機會應付到 得意醒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參加過四次試襲 一次跑第一 兩次跑第三 還有一次沒有跑入三甲 但跟他一起試襲 暫時跑到現在為止 表現得一般 閃耀威龍的符號 花旗 Star Spangled Banner 這系馬很厲害 好像他的勢越來越厲害 出了加州星球 今季有一出即勝馬 永遠美麗 另外富全英雄 低班反彈 贏了馬 其他的馬 紅運飛鷹也上了名 其實上季這系馬 一樣跑得很好 合火紅心 龍船狀元 歡喜福星 紅龍等等 全部都有交代 這系馬 來到香港這段日子 很多成員都比預期早熟 短途夠速度 中距離賽都沒有問題 很多都贏得到 至於閃耀威龍的母是 她沒有上陣 她是平息二代的女兒 母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長一點路程的馬 大部分一里或以上 甚至到二千米 適合跑一點 反而少數是夠短途速度 所以先看父母 這群閃耀威龍 雖然是花旗的紫字 但是跑下去可能要中距離賽才最適合她發揮 因為 母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短途馬就不太多 閃耀威龍來香港之前 在法國上陣的馬 上陣五次 全部都是跑交沙地賽 跑了五次就贏了一場頭馬 贏馬那一仗是千三米賽事 在多維爾馬場的交沙地賽 跑右轉 左轉態度的賽事 和直路賽 甚至草地賽 他還沒跑過